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初中我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 同学有我没有 那个时候我会有一点不开心 我为什么退学 我不是也就是为了买个摩托车吗 那么当时那台摩托车也没多贵 才八千块 但我没办法 我只能接受限制 因为我爸妈就是不够买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能力也有限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 我早已经习惯这个状态了 然后现在长大了 我就更加更加习惯这个状态 我自己挣多少钱 我就花多少钱就完了 我行与不行 我为什么要埋怨我爸我妈呢 对吧 因为从小咱们这份就基本都被比到大的 被什么 被比到大的 什么叫被比到大的 你就是父母那话 你看隔壁的谁谁谁 怎么怎么着 学习多好 我其实经历过这么一段 我在我爸那边 或者是在我妈那边 其实我两边都是 在我小的时候表现最差的那个 所以我经常被别人拿来比 你看那个谁谁 那个长三里四家那个孩子 你看你那个什么叔叔 大爷 舅舅 什么哲纳 他们家的孩子 但是现在看来没有一个过得比我好 又怎么样呢 现在你问我 我就不介意 在当时呢 我听了我也没有办法 每天我也只能听 因为我也堵不住他的嘴 但当时说真的 我也就是没有那个勇气跟他们说 我说你老拿我去跟别的孩子比 那我拿你们跟别的父母比我 你看人家爸 小时候家里开什么车 爸 您呢 我没说过这话吧 那您觉得就是父母给孩子买车买房 是一件应该的事 这玩意没有应该或者不应该 我觉得是力所能及 我也不拿别人举例子 我就拿我自己 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那我当然让我儿子会尽可能的过得好啊 对吧 您这例子可能举的不太好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小胖 有人家跟您说 爸 你看 同学的爸 都出门的私人飞机 您这才来劳斯莱斯 您这会不会有自责 我没有自责啊 有本事你自己证一下 我跟我儿子说的原话就是 我认认真真的供你们去学习 甚至关于保险那边的一些所谓的教育金 就是18岁以后的那种所谓的教育金 我直接给他们哥俩全都一下买齐了 但是 你们想过什么所谓奢华的日子 这事你甭想了 为什么 我还没玩明白 还没活明白呢 我只能保证你 可能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 是吧 混得太差了 我不能让你饿死了 我能保证的就是这个 而且我也会跟我儿子说 你也别拿咱们的家庭跟别人的家庭去比 因为没有可比性 那你要是比 那我承认 我就是不如人家 就跟现在有时候我们身边经常会说什么所谓的富二代啊等等等等这个词 一开始小时候咱们认为这是个贬义词 我长大了之后我发现这完完全全就是安慰我们这些穷人的一个词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富二代的朋友都特别牛 为什么 人家从小人家见的听的感受到的这个世界 就比我的这个所认知的范围和眼界更大 然后长大了之后呢 从开始工作了之后 人家能够去试错的这种机会也会比我大 甚至这个家里可能让他去做什么事 给他的第一笔投入也都比我要更强 那人当然比我强了 而且在现阶段我身边的这帮接近年龄的二代们 我跟你说都非常强大 为什么 因为已经开始接班了 我觉得那时候讲了很多那些是吧 所谓的富二代的故事都是哄我不开心的 因为很多同学心里其实都是那个 就凭什么他能力也没有我强 长得没有我高 甚至也没有我帅 但是那么压有包马可以开 我只有爱马可以骑 那怎么了 你与其在那责怪你的家人为什么不去自己努力 想想干点什么 检讨一下你自己 这也跟年龄段是不是有关系 我这么说吧 你的爸妈 我的爸妈生了你们 生了我们 我们就应该感恩了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根本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成什么样 那就看我们自己了 如果有人能给 那你够幸运 如果没有人能给 哥们自己努力吧 骂街没用 你去责怪你爸 责怪你妈那种方式就不对 然后又不给我买车吧 不给我买房吧 我跟你说 这种人就应该被轰出去 他是被家里给灌成这样 如果真的他回到家里去跟家里这么说的话 那我觉得他的家里人可能是不是也要检讨 也要自己 因为我从小就此时此刻给我儿子灌输的就是 你长大了怎么样 过得好也不好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只会尽我所能 让你去完成一个好的教育 健健康康的 开心心的把童年过完 这是我的责任 而你们长大了不仅要对你自己负责 你还得对我和你们的妈妈 也就是我媳妇去负责 你们得养我 就像我怎么去对待我的爸妈一个道理 因为我儿子他也会看着 他会学嘛 我要是天天回来跟我爸妈 你得给我买个车 你得给我买房 你为什么不给我买车 你为什么不给我买房 你猜我儿子长大了会怎么对我呀 是这个道理吧 因为他觉得那个好像顺其自然 理所应当 那样不对的 当然我不确定别人的家庭是一个什么背景 但我自己是这么理解这件事 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也认为这样是对的 所以你还觉得这个责怪家里责怪爸妈这个事有什么意义吗 有条件家里给就给了 没条件自己笨吧 而且这东西怎么说呢 两三分靠努力 剩下的七分真的就是运气 但如果当你碰到运气的时候 在之前你没有努力 那这个运气你也抓不住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我也不会做很长远的规划 但我就努力把眼前的事去做好 然后当有十字路口 有选择的时候 我要去进行选择 而不会让方向来选择我 这话关注的下一条 的시죠 我们需要三条 一先给予的是 他们需要 没想到